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则之暑啊 我不知道他贴这个干什么 我现在来到了杭州店 今天来杭州店好久没来了 这次我们接了三台车 首先在我身后的这台是一台 什么车呢你给他看一下 大众 大众除了涂瑞呢我们其他车好像也没贴过 我太多店刚刚接了一台涂瑞进去 这台是什么车呢 这台是麦腾 麦腾 我们是第一次接麦腾 所以说我们也有专事专用的版型 但是不知道准不准 我今天来我就顺便 他现在已经施工完了 然后顺便来看一下施工完的一个细节 因为来杭州最近好像上海有一些疫情 然后口罩戴着都是雾 然后这台的麦腾呢 它是GTE的尊贵版 据说是2020款的新款 很多数据上可能还会跟老款有一些出入 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前杠这个位置 老款这里是联一起的 它这个是分开的 然后包括这个叶子板上这个标 GTE 里面还带灯 稍微有点区别 这个是膝盖的 膝盖的包边的位置 然后这些地方 然后车主呢本来是要求 车顶不贴的稍微便宜一点 然后结果呢我们那个裁模的师傅排版的时候呢 我忘了说了啊 直接把顶呢给它排进去 所以呢因为这个车型我们碰到也很少 所以呢我最后呢就整个顶呢送给客户了 送给客户了 因为我们呢贴特别后盖的时候呢 我们会问一下客户到底是要手工吗 手工这里拉伸下去的话一整张可能呢 比较美观 但是呢 但是专用的是两块分了啊 手工的话因为你大力拉伸这个弧度 拉起来的话需要大力的拉伸 大力的拉伸呢会设置到 可能会改变膜本身的一个厚度啊 那你改变了这个厚度呢 可能会影响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吧 其他部位呢我们都是专车专用的 然后有些部位像后盖啊后视镜啊 特别还有的车型的那个基盖 可能都需要拉伸才能把这个弧度给拉起来啊 所以说呢大家在那个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因为我们专车专用呢可能会设置到就直接拼接 但是它呢不会改变那个膜本身的厚度啊 因为你这个很好理解 大家度度大了 拉伸力大了之后呢 膜的厚度它肯定会发生改变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啊 就是越来越多 可能价位不是特别高的车 比如像是二三十万的车 他们都会买了新车之后呢 开始会选择装贴车衣啊 说明了大家车衣的市场普及率呢 是越来越高了 还有一点呢我想说的是 不管是车的价格多少 或者是什么档次的 我相信这台车呢 就在此刻呢 都是你人生的最好选择 对吧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爱车的一个 IC程度并没有高低之分啊 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也会好好珍惜 大家对我们的这份信任 就是坚持我们的品质 口碑啊 就是把膜贴好 把服务做到位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